另外呢,在北京呢,有一个饭店呢,叫余洋饭店,余洋郡呢,也是北京的名字,在历史上呢,也是北京的名字,另外呢,可能大家不太清楚的呢,就是说,在北京的历史上呢,还被称为呢,南京,提起南京呢,大家呢,可能呢,都知道,在中国的江苏省,江苏省的省会啊,是这个南京,但是呢, 因为在辽代的时候,北京呢,这个地方呢,被称为呢,辽南京,西京府,所以呢,北京历史上名字啊,是非常之多的,非常之多,直到呢,元朝的时候,蒙古人呢,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,定都呢,在北京,当时的名字呢,叫元大都,随后呢,明清两代, 啊,明朝,276年的历史,啊,啊,相当长的时间呢,定都呢,都是在北京,后来呢,清朝,也是呢,定都在北京,所以呢,从元明清吧,这三个朝代呢,定都在北京,呃,为什么定都在北京呢,这个呢,就可以说呢,跟北京的地理位置呢, 啊,有着非常密不可分的关系,啊,因为呢,北京啊,这个,这个地方,地理位置呢,非常的特殊,北京呢,向北呢,是蒙古高原,在那边呢,生活的呢,是蒙古人,蒙古人呢,啊,他的呢,生产方式,是呢,游牧民族,主要呢,靠放牧为生,啊,是游牧民族,啊, 在北京的东北部,东西